在SA芳萊的世界里 没有办法将对手抱头 就只好自己抱头痛哭了 各位观众接下来进行的是 SA芳萊特种部队的项目啦 要由由于闪电狼队上的是 Huai Spider 这个上个赛季的冠军战的组合 又要碰头了 而且呢这两个组合呢 现在真的有点争锋相对 来看一下呢在现阶段 Huai Spider是六胜三败的 神级牌的第一名 要由于太阳神五胜四败呢 是排第二 而就由于闪电狼三胜四败 排第三局的熊队 哇最近吞下了一个四连败啦 两胜五败排在第四名 先来为您介绍的是 今天要出赛的 首先介绍的是 Huai Spider的总教练 Hoop教练许向玄教练 第一位选手欢迎的是 吐司超人Sam政宁红选手 第二位选手是小国王King 王兴志选手 第三位是赫罗装人杰选手 第四位蜘蛛毒牙BOT影巡选手 第五位则是Rio林冠恒选手 接下来介绍的是 由于闪电狼的教练 瑞友张家华教练 第一位选手是Monkey 侯俊忠选手 第二位呢则是Mars 林静兽选手 第三位是哈比邱承昊选手 第四位 魏可李家豪选手 最后介绍的是 勾矣杀手克拉托 装齐选手 这两队呢 在今天要交手的地图是阿富汗这张地图啦 那同样的阿富汗这张地图呢是一个爆破任务 而且呢这张地图呢依旧呢是一个相当快速的一个 进行相当快速的地图 所以呢应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 我们由于闪电狼对我们从他的阵容看得出来 就应该呢就是一个五步枪的一个阵型喔 那其实呢在这边的进攻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的左方喔 进攻点的触发的地方 其实他的这个掩蔽物呢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其实一开始的双方呢 对于在中路的这边的交火放烟 是一个很关键的 对不过对由于闪电狼来讲啊 本季在阿富汗呢 他们比过一次那一次是惨败啊 1比8输给了耀岳啊 而且那场比赛他们同样也是 主场先防守喔 跟今天的状况是一样的喔 不过讲到这两队喔 最近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也就是说呢 华尔斯巴德虽然这个战绩非常好 六胜三败 但是不要忘记喔 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呢 是因为啊 瑞的一个申诉 对对 他们都是赢在霸格旦 对喔 那个真的喔 瑞那个真的有胆识啦 就是已经是华裔 那这一季的赛末典啊 他拿出来申诉 他竟然敢敢拿出来申诉 对啊喔 因为申诉成功 你拿那一分没问题 但是申诉失败 是华裔直接就拿到赛末典获胜啊 是 结果是这个瑞申诉成功 后来第15回合还搭败了华裔 对 那所以呢 其实喔今天呢 其实他们这个 在去年的这个冠军赛当中呢 也曾经呢 是因为呢 在巴格旦的这个地方呢 曾经呢 也有针锋相对一下 把这个呢 这个战火呢 一直延续到这一季啦 我相信呢 如果像以我啦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看这种 这种事情发生的 所以像我在棒球场 也很喜欢看 看球员打架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会参与喔 对吧 好 不过呢 这样子喔 火拼一下啦 今晚呢 由于神殿狼对上 华裔斯巴德 比赛开始了 第一回合先进攻的进攻方式 红色血条的华裔斯巴德 好 双方的一都是派出呢 五步枪的一个阵型喔 那我们可以看到 哇 马斯在这边呢 单身防守方的马斯呢 一号蓝色的马斯呢 刚在中路这边呢 应该呢是有被打到一下喔 所以呢 这边血量有降低 那三号 哇 中路 果然不错一开始 华裔斯巴德呢 从中路对面的进攻呢 还蛮猛烈的喔 好 这边互换掉 贺罗 贺罗那个表 漂亮的宝宝 9月份的MVP喔 没错喔 哇 换得非常快啊 贺罗上的 现在贺罗又再带走一个 华裔斯巴德人数上面 有领先了两个打一个 只剩下哈比了 友谊闪掉了 剩下哈比一个人 哈比一 哈比打掉了贺罗 现在剩下一个 应该也不太好去装弹喔 对 一对一 好 追 哈比 跑 对 利友对上哈比 现在跑很快 双方一直在绕圈圈 跑到对方的出身点了 对 因为是阿富汗 都用五步枪的阵势 所以华裔斯巴德的利友 今天是持步枪上阵 利友会不会闲的闲的 对 利友绕完一圈之后呢 这个就在我们炸区呢 已经安装定时炸弹了 对 现在压力丢给防守方了 被利友给爆头 相当胆大心细喔 剩下一个人之后 这样寻完点之后呢 马上呢再做一个 这个定时炸弹的一个设置 好 艾斯巴德抢下的第一回合的分数 一比零领先 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了 天呐 最后一对一的进攻方 他不怕他装的时候后面有 对 有一股良意喔 那其实或许他也抓准了 就是说防守方也不急喔 所以在那边跑来跑去的过程当中 他刚刚从这个黄防一路往上寻之后呢 发觉反正都没了 钱的也是钱的 装一下 对 好 这边第二回合一开始 所以我一个手榴弹炸死的马斯 对 那Sam呢也已经阵亡了 双方都请对方吃绿巴辣手榴弹 对 阵亡的都是被手榴弹给炸死的 小心 手榴弹 好 等这边白掉之后呢 这边应该眼睛已经张开了 好 是不是呢 双方在黄防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又会采取的一个 交火的一个动作 好 遭遇了 Lio跟Tim 这换掉了一个人数上有优势的 还是White Spider 最后还是 又是剩Havi Havi 刚刚报仇打掉Lio 不过他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 对 他在楼上还是 小阶梯下来就被发现了 华翼连拉2分 进攻方的White Spider 2比0的领先了 加开 现在进入到的是第三回合了 小心 刷他 小心 刷他 那White Spider在上一场的比赛 上个礼拜六他们是输的 输给了4比8 在神经输给了 神经毒气输给了耀月太阳神 终止了二连胜 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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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然在中路下路一 是有满烟的动作 好 手带来 趕快稍微往后退一下 说十区那十块 哇 这边打掉了两个 哇 持续挺进 硬打掉克拉锅 哇 赫罗又一个 White Spider 这个回合也顺利拿下来 3比0领先了 嗯 这边 速度很快喔 对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White Spider 但是在这个破中路这个地方 破得还蛮有心得的喔 以往的进攻方 有时候呢在中路这个地方 往往呢在出发的时候呢 就不太好过中路 哇 这边又流进来 又进 我前面才提到说 游鱼闪电狼本季打这个阿富汗那一场呢 是1比8 输给了耀岳 而且那一场 他们也是先防守 跟今天一样 上半场是0比7耶 输得一类耶 对啊 那今天他们也先防守 打到现在0比3落后 小心他们可以打一波 对 他们要打一波 我们大家都听见喔 这一波呢 我们可以看到White Spider 稍微把速度呢 这个稍微降缓了一点 因为前面的第一次的破点 没有办法顺利通过 这一波 哇 这一波很大波 拼枪的时候到了 Monkey一个 Bot换掉一个 哇 利友今天的拿步枪 打得还是蛮不错的喔 而且他很针对哈比喔 对 刚刚是他打掉了哈比 利友打掉哈比 小心 刷牙蛋 哇 连用瑞巴拉也炸死了 骂死 骂死 今天呢这个 光是在这个四个回合当中 首都被炸死两次了 哇 用人数 人海战术压过次 对 一个换一个 不好意思 拜登前三个人去 然后Week被抓到了 对 他位置应该被抓到了 King直接打掉了 Week现在花意 取得了4比0的领衔 事实上 大家虽然是好朋友 但是在场上的时候 还是拼个你死我活 想不到呢 这个King跟Week 这两位产城相见的好朋友 最后呢是由呢 我们King呢打掉了 是我们Week 对 因为Week 他也是从华裔出生的 对 之前是华裔 来的SF单队的一员 小心 刷牙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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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二棒了 好 掉一半了 好 各换掉一个 好 利喲 叶四 łu Sharobi 秋神浩拳手 总算是帮游翼闪 在今晚大波鸭蛋 扳回了一程 這一分很重要 這一分呢 其實對呢 閃电狼隊的来讲 真的是非常地重要 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分 但是对整个團隊的 这种士气 也不能会截然不同 沒錯 現在1比4 全球現在3分落後 來到了第六回合 不管是攻守的優勢 如果在上半場的分數落後 太多的話 其實在下半場 真的很難打 對 打的都是綁手綁腳的 就算攻守已經互換了 但是壓力還是很大 已經落後一頭拉骨的分數了 小心 說了 那友宜閃電狼上一場比賽 他們是8比5打敗躍躍 再另外一交叉到 好MARS這個回合不錯 一開始就把這個SAM 這個箭頭的SAM給打掉 小心 小心 說了他 中路有人 這個情報已經被呢 我們閃電狼隊抓得到 賀羅這邊一個漂亮的一打二 哇 有人幫放選 然後他又打了一個爆頭 對 賀羅是9月份的SF 賀羅一打三 對 三元VP耶 喔 哈比 又打掉利喔 這兩個對上了 哈比則現在剩下兩滴血 HP啊 兩滴血而已了 我被King給收拾掉了 國軍失敗 華藝現在取得了5比1的領先 哇 上面打King打得不錯喔 打了9個了 現在KD值 截至目前為止是3了 殺人數9 死亡數3 9除以3 KD值是3喔 現在來到的是第七回合了 上半球的最後一回合 這回合我們可以看到 White Spider呢已經過中路囉 要壓進來了嗎 好 又來一波囉 殺 因為被白了之後呢 趁這個時候呢 趕快打進去 King 好 還好 克拉托這邊打了兩個 哈比也來一個 過BOT 兩個打一個 好可惜喔 而在這第七回合是 由於閃電狼拿下的分數 上半場七回合戰完 華藝Spider是取得了5比2的領先 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一下半場的比賽 華藝Spider與由於閃電狼 SF Online 在阿富汗這張地圖的交手 上半場打完 是華藝取得了5比2的領先 那我在上半場呢 華藝Spider這邊有 四位選手KD值超過1 其中KIN 殺人數10 死亡數4 KD值2.50為最高 另外BOT也有1.75的KD值 赫羅1.33 SEN是1.00 而至於呢 在只拿到兩回合分數的 由於閃電狼 只有一隻獨秀 只有哈比 KD值超過1 殺人數9 死亡數6 1.50的KD值 那哈比呢 今天的扮演呢 算是呢 在隊伍當中 算是比較扮演這種 所謂的 慘局的處理 那像豹豹呢 這個有兩個回合 在上半場我們可以看到呢 我們閃電狼隊呢 拿下2分 那應該呢 最後慘局呢 一局呢 應該就是哈比 應該就 另外一局就是Monkey 好了 現在來到的是下半場了 第八回合 雙方攻守互換 換成的是 由於閃電狼 擔任進攻方 紅色的協調 現在呢 華藝Spider是 戰友呢 5比2的一個領先 應該呢 一開始打的戰術 會比較豪邁一點 對 你看呢 我們擔任4號的力喔 已經呢 開始呢 在這個 做一個比較前壓的一個動作 而且人數上 哇 包了 哇 不過很好 克拉托跟哈比呢 各打掉了一個 這加2 對2 哇 Max這個1打2打得漂亮 最後是進攻方的 友誼閃電狼 克拉托一人存活下來 來 友誼閃電狼 等於連拿2分 現在3比5 剩下2分落後 來到第九回合了 對 第一曲 我們可以看到 華藝Spider 真的是打得比較豪邁一點 一開始他就做一個 算是要把你包中路的 這種戰術喔 其實一看他們打定 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他在這個豪邁的戰術之後呢 是不是也會讓 哇 閃電狼 這個回合呢 速度又更快了 對 打一個 整個壓進來了 20塊攻 娃娃是2個 馬上啊 進攻方 友誼閃電狼在人數上面 是1倍的領先 4個對2個 而且哈比呢 要從黃防這個地方 慢慢地摸過來喔 會不會摸到BOLT呢 這邊 反彈回了喔 友誼 閃電狼又拿1分 追上來了4比5 剩下一分落後了 這兩個回合 我們可以看到 閃電狼隊都打得很快速喔 相當的果斷呢 其實兩個回合當中呢 他們的速度呢 這個相當的快 這個破點的速度 真的是相當的快 而且呢 那一波呢 在團隊當中 不管呢 是我們箭頭跟補強 都補得還滿不錯的 小心 小心 來到第10回合 小心 小心 哇 又一群人殺進來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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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擋一聲令下 撒 拼拼拼拼拼 SAM 1個 2個 3個 4個 不到30秒 華裔SPYDER 拿下了這個回合 如果沒有看錯 SAM 1打4 喔 華裔切斷了 由於閃電狼連拿3分 現在華裔SPYDER取得6比4 2分領先 來到第11回合 對 因為剛剛我們才說 SAM 1個 馬上又一個又一個 這個我們剛剛有捏碗 SAM 1打1個 2個 3個 4個 結束了 喔 這個不到30秒 這是一個前趨勢 前壓制的防守 哇 SAM 1個 哇 這速度真的超快 對 哇 SAM 1又來了 把MARS給爆頭 直接要爬B 被追殺 哇 華裔拿下追1分之後 已經是聽牌 7比4的聽牌 華裔在本季過去 跟由於閃電狼打過3次了 華裔是兩勝一敗 那唯一那一敗就是被 申訴那一次嘛 對 一敗之後二連勝 現在華已經聽牌了 4個賽末點的機會 打個戰術嘛 閃電狼隊 小心 小心 喔 阿貴 又殺進來了 4個對2個 小心 守住單 掉喔 掉喔 小心 守住單 這邊過去是被擋頭踢 小心 守住單 小心 守住單 小心 守住單 第一次的倒 倒 喔 先守住了這個對方的賽末點 由於閃電狼追回來1分5比7 剩下2分落後 今天閃電狼隊呢 在進攻方打得都很果決喔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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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 除了他們設定的怎麼打 那在下半場其實幾個回合都打得不錯 除了被SAMI打4的那個回合之外 來喔 其實他們幾個 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速度稍微放慢一點 哇 這邊速度一放慢 KIM跟SAMI KIM兩個 赫羅又來一個 赫羅剩下Monkey一個人 他對上 Monkey要趕快先找好位置喔 因為對方有兩個 後面來了 後面來了 跑得掉嗎 回頭 被Rio給打掉了 華伊斯白德順利拿到這個賽末點 今晚的SA防賴呢 華伊斯白德是以8比5 擊敗了友誼閃電狼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我們也謝謝這個階段的賽事獎評志願 也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看新海專巴爾